59. 信報《財經新聞》2014年1月25日報章 C.07元學世情亦經晚坦白罪一先生2014 指微倒數新論2014流年甲5 指微倒數聲盤以舉門聲耀為主導 舉門本陰暗之聲 五行屬陰土 主反口是是非 甚至因口角之爭而動武 流年與舉門 人是明爭暗鬥 世道因財失矣 富貴亦野災殃 此乃而剛換掛法牌盤 與別法不同 若論財運 巨門聲屬陰暗之財 代表財源不明來歷 或從是非鬥爭而獲得 紙譚花一言 與道手稱符 轉信即誓 救恩巨門聲耀聖則神秘 如巨門在風水掛理上屬水代 代表財 因學你以山管人丁水管財 同時竹 星有稱為五鬼 其哲理奧妙處事 若能運用山水龍翻架法 道理 在星盤上把竹 和巨門配合 也可排出五鬼運財局 五鬼運財鬥 折禮以太陽的光和耶穌 除巨門聲之陰暗 使之發出正能量 化是非為和諧 化口是為歌唱 巨門若與太陽相遇 名為巨逸同臨格 若在家文昌聲匯 則國與國或人與人之間 可互信互利方式共同合作開發裁員大計 太陽星本代表精神魄力 頭腦思想靈活 太陽最喜而偽時 即晨早五點至七點 五點鐘時直近水平線 六點鐘剛到達水平線 微露曙光 七點二星出水平線 故某時事逾日初升之此點 若論紫微斗數星盤 太陽星若坐在某光則稱為日照雷門 有隨機超群 星領遠駁之兆 2014甲五流年光雨柴 時 上午六點鐘 立春 太陽光要露出水平線光芒四射之一 無奈在紫微斗數流年星盤卻逢太陽星化妓 加上被巨門星是非掩蓋 象徵烏雲閉日 使本來大可以要無楊威迪玉日不但暗然失色 相反照名遠播 巨門星半掩半開 半明半暗 半視半非 流年再加上太陽星落含兼化妓 這意味光 是糊塗 頭昏老漲 冥幻不靈 以自行動魯莽 令決策失誤及投資虧損 當巨門隱身至國家大事 即出入支門路發生問題 惹起衝突紛爭 情 G 之嚴重何止麻戰 政治外交約論疾他 巨門義犯飲疾 有不明來歷皆病 食道感染 呼吸系統等症 太陽化技則有血壓高 心臟病 腦暴神經等精兆 令人急躁行為失常 且作是瘋狂 由於三元九運流年以信駕入中 信駕代表風 亦代表肺部和空氣 故此需防範空氣污染及呼吸系統疾病 其次才是風災 流年鬥數升盤 以竹S星及貪狼升定格局 竹S星適合運 官場和政治有關工作 貪狼升富有靈活交際手腕 兩者相亦則適合援弄政治外交和軍事行動 甲五流年竹S發禄 必然政治外交活動頻繁 以解形赤焰銀進之風波 放者流年三必飛星殺入東南 正反原空口缺迫六風魔 此象難免容馬空界 居門有名天醫星 有助求醫及醫學發展 故求財可向與醫有關方面探取 竹S星有扮演多角色才藝 以貪狼升有具有文藝娛樂才華 配合靈星文昌之聲樂天賦 倘若流年各處推廣歌唱音樂等文語活動 或許改轉幹坤 發雷氣為長和 作者為《易經思想》加著有《易經通式思考》 最一先生 完成!